健康2.0 凱昀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 你一定有手麻的經驗吧 不要以為說搓一搓 甩一甩好像就沒事了 有的時候嚴重的話 居然手麻裡一杯水 你持續不管它 連一杯水你都拿不起來 而且你要扭毛巾 什麼都非常困難 更可怕的是 有的手麻不能等 它背後的原因可能是 腦中風 糖尿病 或者是腫瘤隱藏在背後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判斷呢 還有很多人手方面的問題 當然要長期的復健 不過你兩三年的問題 現在甚至只要三分鐘 就可以有方法幫你搞定了 我們今天排隊民意會診 那麼一起來教大家一些好方法 請到包括了 北安聯合診所的骨科主任 羅士俊主任 大家好 基隆長跟江坤勳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復健師 侯中堡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護理師陳立華 大家好 跟楊皓如 大家好 我們先來問一下江醫師 大家都說手會麻 痠 痛 有個統計真的是最大宗 其實你看我們國健署 你把統計照拿出來看 第一個門診量就是 算呼吸到感染 感冒最多 第二名就是痠痛 痠痛的話就有分部位 第一名是肩頸痠痛 真的 第二名就是腰部 第三名就是腿部 但是你知道嗎 這裡面也藏了很多的問題 很多人都不曉得說 有時候你的痠痛 跟你的脊椎是有關的 脊椎是我們人的籠柱 可是很少人會去想到這個 特別是一些年輕人 因為我們之前有個案例 他那個年輕人他才21歲 因為他有點窄一男 所以他天天在家裡 或是在學校宿舍 天天都在打電腦 他打球的時候就肩頸痠痛 他怎麼辦 就一天上去給人家癢齡 他癢了半年 通通都沒有好 然後他還怪那個 因為那個癢癌師他也認識 人家跟他講說 奇怪你都沒有進步 你要不要去 就是去骨科那邊照一下X光 他說要照哪裡 他說我不是肩頸肌肉很硬嗎 不是說X光照不出來肌肉嗎 他說對啊 可是會不會你脊椎有問題 他開始還不想去 他說反而是按摩師幫他注意到 我21歲你叫我去照脊椎有沒有搞錯 我又不是61歲 你叫我去照脊椎幹嘛 可是真的按不好 還是很痠 他就去看 他真的頸椎長骨刺 所以他要做的復健動作 應該是要做頸椎的復健 他完全就是做錯 當然沒有效 他們也有倒過來的 我們那個有個小學老師 也是跑到我們骨科門診來 他說要去拉脖子 他說很奇怪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的手會麻 大家常說手麻一直到 從肩膀那邊一直麻到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大家都會覺得好像說 這個已經是脊椎出問題 他有點概念 人家就說這個要去復健哥 拉脖子怎麼樣 他真的有去外面的復健 也做了快半年 沒有好 結果我們幫他藏了半天 他頸椎根本沒事 他完全是因為他是一個老師 他每次在寫黑板 弄了半天之後 這邊有點類似像50件一樣 這邊肌腱發炎 他肌腱發炎之後也會影響到 也會影響到神經 壓到神經 所以他的麻是從這個地方下來 可是他其實脖子沒有麻 他沒有注意到他麻的位置 他從這邊開始到這邊 其實他脖子是好的 他根本就不是頸椎的問題 他白做了半天的復健 還有另外就是他家手麻 你真的不要以為 這樣甩一甩就沒事 你久了不理他 因為我們還有看過一個 電腦工程師 那種族客的工程師 他來我們醫院的骨客的時候 他手間已經萎縮掉了 萎縮 對 那個 幾歲 對 他30幾歲 他就是覺得手一直麻 可是他都沒有去看醫生 他一直到後來覺得手這樣子有點 萎縮這個力量 左手跟右手差很多的時候 他才來 可是那時候在 後來他就復健 只回來五六成而已 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手麻這東西要小心一點 OK 我看浩如有點緊張 你有一次覺得自己好像被 電到 對 還有我們女藝人 還有一些職業傷害也是 你看像我們穿高跟鞋 然後短裙 我們做那個節目 好多節目都是這種 來讓大家看一下你裙子多短 都是這種高腳椅 你看我們都要穿短裙 你說我們這個 你說演藝圈是不是很不好混 然後你要穿這麼短 然後你要穿高跟鞋 然後穿高跟鞋 看起來腿才會長 那你也不能這樣凹著 一定要這樣伸展出去 伸展出去這樣看起來腿才會長 然後又有江坤俊醫生 坐我們對面 隨時要等著我曝光 所以我就是要這樣 我就要這樣遮著 然後這樣子不能動 那你中間也是趕快找空檔 這樣子換個腿 換個腿這樣子 然後你有時候一錄下來 有些節目就是錄六七十分鐘 然後你就是一直這樣 然後這個高腳椅 我們要踩得到地 一定要只能做前三分之一 你不能往後縮 整個體態都不對 要這樣起來這樣子 然後六十分鐘錄下來 我大概錄到二十分鐘的時候 半個小時 你就會整邊 壓著了這邊 重心在哪裡 你這邊就是全麻 就是沒有感覺你的腳就是一隻 然後整個 然後你想說趁空檔換一下好了 其實你有時候會麻到你抬不起來 就乾脆好吧 不能動了 繼續這樣子 就繼續壓著 還有我現在大家不是都在追劇嗎 很多人都在追劇 那我追劇的時候就是趁小孩睡覺 陪他們睡覺 然後一邊就是拿手機這樣子看 對 然後我有一次真的是覺得 因為我手機 你知道看一看會沒電 所以都插著那個電源線這樣看 看一看我就覺得我的電源線是不是漏電 怎麼了 因為我的手就是一股電流 從這邊這樣 這樣傳過來 我想說我的手機好像漏電 這個電源線好像不對 然後電到後來我想說 那算了算了我要拔掉 然後我的手完全沒有力 所以手機是直接這樣子滑下來的 然後我才發覺我的手不是被電到 我的手是整個麻掉 壓到姿勢不一樣 從一開始 你要想我這樣子看 看了兩集 從這邊開始整個麻到左半邊 然後我才發覺是麻 然後意識到我握不住東西的時候 我才趕快換一個姿勢 其實手麻在診間 我們聽到都會有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分辨它是嚴重還不嚴重的 首先最嚴重的就是腦中風 因為它還會麻 那它可能就講不清楚 可是它會伴隨可能有一些臉 嘴巴就可能歪歪的 然後就講不清楚 話講不清楚 而且它會半身都麻 像我有一個病人 就大概40歲左右 那它平常就肩頸僵硬 所以它會去國術館推拿 它一開始是這邊很硬 然後後來它就延伸到手臂這邊 然後它是手麻 它做了半年 好像都完全沒有改善 那它就是來我的診療檢查 結果我就發現 它手指頭已經麻很久 已經麻兩年了 對 而且它其實許多患者 不知道手麻 其實是個滿嚴重的問題 那我就幫它檢查 這個頸椎的X光 發現它已經有骨刺了 對 而且它因為壓太久 就算在我們這邊 規則復健的半年 它的手已經都萎縮了 所以這個萎縮是 神經壓壞造成的肌肉萎縮 是沒有辦法練回來的 你怎樣判斷說自己是 只是單純的肌肉肩頸僵硬 還是說你是真的已經壓到神經 其實是可以看的 比如說這個好了 假設你是脊椎的問題 比如說我所謂的脊椎問題 就是你壓到脊椎裡面有什麼 有spinal cord 就是我們喜歡的脊髓 就是神經那一根在裡面 假設你真的是那一根出問題 比如說好 今天假設你這一點出的問題 基本上你是兩側都會麻 兩側 而且是整隻手 都會麻 從肩膀下來 從肩膀下去就整個都會麻 因為而且主要是 你壓到中間的脊椎 大部分就是兩側 如果你是像我所講的 我們一般的骨刺 或是怎麼樣 它通常壓到的是單側的神經根 因為通常你骨刺會有一邊 因為你可能常常用哪一邊 那邊的受傷比較重 就是長那一邊 比如說好 假設你今天骨刺長在這邊 正正用脊椎長在這邊 你就會壓到 假設這邊出來的 這邊一定會有一個頸神經出來 這一段的控制區域就會全麻 所以它會有一段這樣 雷石上這邊一直到手指這邊 底部上是這個樣子 對 但是它就不會是整隻 就是它會是容易是單側 對 容易單側 而且重點是它不會是整隻手的麻 那這種麻會24小時 持續持續在 通常還是會有些右發 會不會甩一甩之後 我們就好一點 大部分的手麻甩一甩都會好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血液循環會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是 比如說像 因為手麻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動脈的關係 因為那個神經 像我們那個神經的一般的重量 只佔人體的身體的2% 可是它的耗氧量是人體的20% 所以它也是非常仰賴 那個血液循環的 所以如果像有一些人 他抽菸或怎麼樣 造成那個動脈下降 他也會手麻 可是那種甩一甩你會好 可是如果是 脖子這邊壓下來的 因為你源頭在上面 你不可能去甩脖子 那還更危險 對 你甩一手的話 那個效果就不會那麼好 所以如果你甩一手 會比較好一點的 通常那是血管問題 比較稍微多一點點 如果你甩一手沒什麼感覺 其實頸椎問題 還是比較多一點點 好 頸椎是不是退化 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教大家檢測嗎 就是說我們通常在診間會幫病人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檢測 看他到底是不是神經壓迫 以我為例子 我會請他做好 然後頭要往後仰 仰到極限 然後再往旁邊倒 再往旁邊倒 我聽到摳摳的聲音 摳摳的聲音 OK 那個是關節的聲音 那如果你往左邊倒 你的手會麻的話 那表示你這邊神經根是有壓迫的 好 那同理可證 你如果往右邊倒 那你的手會這樣麻出去的話 表示你的神經根是有壓迫的 所以凱萍姐 你現在就沒有這樣子 對 我沒有 所以你說很簡單就是 先往後之後 然後再往這邊倒 那如果有 不管是哪一段感覺手麻 只要你的手有麻 或是甚至肩膀麻也算 也算 肩膀麻也是神經根壓迫的症狀 所以你這個方法是要先往後 再往側 還是直接我們這樣往側 要往後壓 再往側邊壓 原因是 這樣才能壓迫到左邊的神經根 你肌膀比較剛後面 這樣我們就是在壓迫左邊的神經根 所以你如果現在左手麻 你就是左邊的神經根壓迫 你如果右邊脖子痛那不是 那是肌肉 肌腱也不好 對 那是你肌腱的了解 OK 所以這個方法還滿簡單的 大家幾秒鐘 應該就會有感覺了 我們也用這一張圖 再請主任帶大家來看一下 手麻地脊子 它跟頸椎還有脊椎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這個圖就是我們 有點像我們人體神經在 胚胎在發育以後 它是一節一節的神經這樣長出來 所以譬如說假設我們在頸椎第四五節這邊的壓迫到的話 它的痛或是麻大概在肩膀的外側上方 到這裡上背 還不一定會到前面來 如果已經到了五六七 它就會到手指中間這邊來 前面這邊 如果已經會到了我們講的胸椎第一節的話 你說五六七就是在這裡 對 頸部的比較下方 它會在比較下方 如果是四五的話會在肩膀這裡 到手肘的上方 了解 然後五六七的話是整個麻到下方來 這個就是剛才傅健哥醫師講的 頸椎壓迫的原理 它壓到就是像我們講的膝 就是我們講的膝臍就是頸椎的意思 所以你看它 它剛剛跟妳講的範圍 頭頸還有手 都是你看都是那個膝的範圍 就是在這裡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還有後面還有手 還有到手 都是 手綠色 整個綠色的都是 所以它說 如果你在動的時候 有麻到這些範圍 通常你頸部的神經根就可能會有問題 好 當然不希望說它麻到 還要去做復健 還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骨科醫師 很棒 大家不用花錢 不用去掛號排隊 就可以做的日常保養 主委你是每天一早 就開始做手的保養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睡個覺起來 整個晚上手最沒有活動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他一定是抱怨 我早上起來最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早上一起來 什麼事情都還沒做 我們準備了溫水 這個水溫要多少 我建議是40度 40度就是我們手放下去 有一點溫 又不會燙到 手不會說燙到 因為我們不是在燙肌肉 燙肌爪 第二個 有些病人會說 醫生 裡面要不要加粗鹽 加醋 我說可以 順便加一點麻油也沒關係 麻油雞 事實上這些都是題外話 我們是講笑話 只要有溫度 有一個溫水就可以 你要不要有人 低精油什麼的 那些都隨便你 都可以 最重要就是溫度 水不一定要弄一個水瓣 我通常會建議觀眾朋友 就是我們家裡洗手台 就把它 因為洗手台的水可以加 對 加到你適當的溫度 另外就是 因為這個水一定會冷掉 對 馬上再可以加熱水 你不用說我要到時候又要平平灌灌 這樣子 這個很麻煩 所以在家裡的洗手台就可以做 最方便 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手 水幫它放得差不多滿 我們手放下去 可以泡到我們這個手腕上方 大概10公分左右 下去做這個動作 抓 你可以用力抓或是輕輕抓 沒有關係 都可以 主要這個抓就是 有一個溫度存在 加上我們手的活動 讓我們的手的循環好 然後韌帶一些神經 它可以一個舒展 接下來如果像有媽媽手的人 因為它是拇指這個地方 會特別透 我們可以做這樣子 抓住拇指 往外這樣伸展的動作 往外膩 往外伸展 這樣子做一個伸展 這個對媽媽手 對 對媽媽手的伸展非常有幫忙 另外是玩隧道症 或是想扳機子 你就純粹單純地這樣子抓就可以 這樣抓就有用 而且如果說你有力氣的話 你可以用力抓 沒有關係 因為再怎麼用力 都不會傷到你的手 我們可以 這是日常的保養 對 日常的保養 來泡爐來幫我們做做看 泡在水裡 對 泡在水裡抓 然後要 比如說泡到手腕的部分 當然我們這裡 水可能沒有這麼多 或是因為它角度太高 所以它泡得不夠 沒有關係 一般只要泡到 有到這裡就可以了 蠻舒適的 10分鐘 但是 這是我們講一早10分鐘 因為大部分人 你說要泡30分鐘 他說不好意思 我沒時間 所以我們講10分鐘就可以 有人說我可不可以多泡 當然可以 如果你有時間 中午再泡一次 晚上再泡一次 更好 所以不是泡澡 我們是泡手 像有些 有它在工作當中 如果真的覺得很不舒服 沒有關係 如果那邊有水盆 或是有洗手台 你在工作中 譬如說已經到中午12點 再泡一次 這個越多次是越好 只是怕你沒有時間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這個水當然很好 它是流動性 它有溫熱感 如果我們用 比方說暖暖包 是的 一樣有溫熱感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暖暖包有沒有效 其實它效果很差 為什麼 很差 因為暖暖包它是屬於乾熱 乾熱的話就算你很燙 燙到你皮膚都可能燙傷了 可是它的熱度 傳不到我們皮膚 很深層 所以對我們裡面的韌帶這些 或是血管的一些循環 不大 幫助不大 像這樣的暖暖包 就算它熱質在表層 表層很熱 可是裡面不太熱 所以效果有限 水就可以傳進去 對 水的它的 因為它是水 跟我們細胞 細胞我們百分之七 八十都是水 對 它傳進去的那個 雖然是溫度不高 可是它可以慢慢地傳進去 而且傳得很深 所以就像我們煮蛋 40度的水再慢慢煮 蛋都會熟的 可是如果你放在很高溫的 鐵板上 一 兩百度 它蛋也還沒熟 可是外表先燒焦了 真的 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比喻非常好 就是這個道理 浩倫妳現在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好很多 因為我剛剛 之前還沒泡在水裡面的時候 我這邊彎好痛 右邊的大拇指到 到手腕這邊 會有抱小孩 我是抱小孩 對 我抱小孩 所以坐了一下之後 確實舒緩了 舒緩好多 現在覺得很舒服 很想這樣動 不然會卡住 對 每天10分鐘 有果花錢就可以做保養 有時候我們在復健科 會做一些蠟療 蠟療跟這個很類似 但是蠟療有幾個不方便 第一個我們要到 復健科裡面做 要有設備 你才能做蠟療 第二個就是蠟療 它本身拿起來以後 手是不動的 因為它是一個溫度 當時它手沒有辦法動 我們這個 我們有一點改良式的 放到水裡面 這樣做這些動作 又方便 又省錢 又隨時可以做 這樣泡完再按一下 很舒服對不對 很舒服 因為你感覺整個鬆了 本來是很緊 拉到還會痛 現在就不一樣了 放鬆了 可是大家可能很好奇 到底什麼時候要用到冰敷 什麼時候要用熱敷 第一個我們通常會用受傷時間 就是說你如果突然受傷 你在急性期 12小時或72小時內 我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12跟72 12表示說你比較輕微的 譬如說你腳小小扭到 或是手稍稍扭到 那就是12小時 如果你是比較嚴重的 譬如說你好像有一點 紅腫 熱痛了 有點腫起來了 那你要挑72小時 所以冰敷主要是抑制發炎 所以我們剛才有提到 你只要有紅腫 熱痛 你是比較適合冰敷的 因為如果發炎太劇烈 那個組織會破壞很大 然後你會非常疼痛 然後它止痛的原理是 降低神經傳導 所以它其實沒有 直接修復的功能 它是止痛還有抑制發炎 所以我們冰敷一段時間之後 就要把它轉換到熱敷了 熱敷主要的功能是 放鬆肌肉 以及增加血液循環 所以我們其實要到 增加血液循環之後 組織才會真正地修復 OK 好 像浩如 你有沒有去過復健科 我昨天才帶我兒子去復健科 真的喔 怎麼了 因為我們通常看到冰敷熱敷 你還有看過什麼療法 電療 電療 所以這也是我想問的 到底所謂的電療 它的基轉又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在復健科 會看到這些療法 而且它是必須要長時間 病人要長時間用 其實我們在復健科 常常常做療 除了電療之外 應該大家有常常聽到什麼 遠紅外線 近紅外線 那個也是熱吧 那個是熱 可是遠紅外線跟近紅外線 還是不一樣 為什麼 像如果你的傷 你不小心扭到 因為有傷口的時候 你有可能直接熱敷嗎 不可能 因為有傷口沾這麼熱敷 你只能用紅外線 可能那種你不要用那種 可見光 所謂的近紅外線去照 因為近紅外線的話 照的話它對皮膚的傷口 還是會有點害處 就像我就要用遠紅外線 因為它是比較 它的那個波長會比較長 所以它可以直接 對表面的傷害 沒那麼大會直接進去裡面 那種熱敷的效果會比較好 或是只有傷口 那至於電療的病人 其實那個電療的那個原理 跟那個 跟那個遠紅外線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我們常常在用 我們有時候會開給 我的病人去電療 那是因為他們都是肌肉萎縮了 他可能後來行動不變 長期臥床的病人 或是曾經中風過的病人 因為你那個電療 會刺激肌肉的收縮 那一段的肌肉 就比較不會萎縮掉 不然很多人中風 一直躺在床上 躺久了有沒有 他整個那個手就變成很小隻了 那因為糖尿病 沒有人說我左邊有糖尿病 右邊沒有 它是全身性的 那這個糖尿病引起的麻 會比較是對稱性 末端開始 而且是對稱性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 那個中風的前兆 常常是麻先開始 後來才會整個比較沒有力下去 他說他麻 就是他手麻 我說你還沒有其他地方有問題 他說有 我的臉也會麻 我的腳也會麻 今天看完這一集 我覺得我全身都在麻